我们今天看一场传统武术之降龙十八掌 上了一台实战一脚KO对手的比赛 我们之前说了点穴功夫 疯狗拳金钟罩铁不删 万万没想到降龙十八掌在现实中也存在 降龙十八掌作为天龙八部中乔峰的成名绝技 每当乔峰扛着音箱耍着降龙十八掌出场 那绝对是开挂一般的存在 这位武术大师就是降龙十八掌的传人叫何兴果 早在25年前就习练降龙十八掌 除此之外还练习了少林拳、太极拳、刀枪棍剑样样精通 一个字来形容就是拳才 25年前练过十八掌、少林拳、太极拳、刀枪棍剑 这一次降龙十八掌传人再战江湖 出战功夫大擂台的比赛 何兴果表示他是降龙十八掌唯一的传人 深得降龙十八掌精髓 并且坦言 在比赛时只用降龙十八掌的前八掌 因为降龙十八掌的威力过猛 要是全部打出来会把对手打成重伤 传统武术大师的比赛竞技能力虽然不行 可是这节目效果一个比一个好 何兴果的对手也是传舞练习者 是绵章拳高手张谢勇 本场比赛持蓝色拳套 自打武术大师挑战搏击选手屡遭KO后 这种传舞内战越来越多了 比赛开始 二人先展示了一下自己的标志性动作 随后降龙十八掌高手展示自己独特的拳法 双手横于对手面前 犹如愤怒的小龙虾 导弹一般的直进直退 平推对手 随后二人开启蚊动 敌不动 我不动 二人看似没有出拳 其实自带强大内力 绵绵不绝在进行暗中较量 红角选手率先发力 用连续的扫踢进攻对手 这边要批评一下赛事方了 降龙十八掌用的是掌法 你让人家带个拳套 怎么发挥 搞得人家掌风都无法打出来了 既然无法用掌 那就只好用走了 这次比赛违规动作 还受到裁判的警告 这时候 绵张拳高手似乎突然意识到自己在比赛 开始反击 先使了一招接腿摔 随后又来了个下潜爆摔 当然 这也是一个违规动作 随后 红角选手组合拳强攻 蓝方顺势反击 结果击了个寂寞 把自己晃了一个猎气 在一片欢快的氛围中 首回合比赛结束 到第二回合 小龙十八掌大师加快进攻的节奏 连续侧踹 后手拳 反观对手的反击方式就略显单一 只用了一招爆摔 最后 红方选手表示 不装了 摊牌了 都说我会降龙十八掌 其实我更擅长用腿 最后来了一脚 抗龙有回 裁判看不下去了 叫停了比赛 最终比赛结果 红方选手 第二回合TQ取胜 对于这种武术大师内部对抗赛 我一直保持开心吃瓜的态度 不管怎样 给吃瓜群众增添了一丝乐趣 这样也挺好 喜欢武术与搏击的朋友可以订阅我们的频道 青山不改 绿水长流 我是阿良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